非洲竹瘟的疫情 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 以我们过去的经历 它会在一个地区 留到数十年以上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立刻就在元月四号 由副县长做了一个防疫的紧急会议 那在这里我们制定了一些政策 我们按照中央队内 我们要求厨余的养猪场 希望它能够转用饲料 我们给一个辅导期 大概在3月31号以前 我们就会要求它能够停止这样的厨余 或者离木 所以在4月1号起队内 我们将会就几乎是完全用 我们又完全用饲料来养殖 所以我们杜绝这样子一个可能性 那对外呢 今天我们也请农业处跟海巡 这边做一个对外的鸡茶 因为猪肉不一定只有走陆路 它可能从海路过来 所以我们也跟海巡叔来配合 希望在我们的这么长的一个海岸线 我们的七个港口 能够做加强检疫的工作 所以在陆地上 在海上我们都做了最严格的措施 那在这边我们也跟花莲县做了一个共同的共识 因为猪进来的管道 从花莲跟台东其实就相对单纯 在南边我们如果必要的话 我们会设检疫站 在那边做检疫 那花莲北边它会守北边的口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所以虽然我们目前在台东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状况 但是我们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做检疫 来保护台东县 或者来到台东的游客 他们都能够安心的食用台东的食品